持续推动转型升级 不断追求更高标准 您好朋友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今天的节目 我们先从一组数据说起 据海关统计 今年前四个月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13.32万亿元 同比增长5.8% 其中出口7.67万亿元 同比增长10.6% 这其中就由我国 英铜用品做出的贡献 中国是英铜用品出口大国 全球75%的玩具 产自中国 那么中国的英铜用品 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它的质量标准到底如何 又为什么能走向世界 我们先到一家企业去看看 眼下这家企业正在赶制的是出口美国的玩具订单 12万个智能遥控飞机 同期还有来自俄罗斯 巴西 韩国等客户的产品订单 正在生产 像我手上的这款遥控飞机 我们从2月份就接到了订单 从3月初开始生产 一直要生产到5月初 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遥控飞机 外国客户来看重了这一款产品 非常的好 所以就软软不断地下订单给我们 目前这家企业的生产订单 已经排到今年6月 虽然现在是玩具行业的销售淡季 但每天仍会有4个出口货柜从厂区发出 据不久前 中国玩具和英铜用品协会发布的 2023中国玩具和英铜用品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 2022年 中国玩具不含游戏出口额为483.6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5.6% 汕头成海被誉为中国玩具之都 出口数据持续增长 仅今年1至2月 汕头玩具出口已达2.9亿美元 同比增长31.1% 2002年 汕头的玩具出口 刚刚超过1亿美元的水平 那么到了2022年 汕头的玩具出口 就超过了21亿美元 那么2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是达到了16.2% 玩具出口的品类 也从普通的塑料玩具 到现在是以自力玩具 电动玩具为主 那么成海的玩具 是如何实现出口连年增长的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成海主要以家庭小作坊为单位 进行塑料玩具生产 销往潮州义乌等地小商品市场 改革开放后 成海人利用港口桥乡优势 开始给国外代加工贴牌生产 进入九十年代后 成海玩具业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 由代工向自主品牌生产转变 玩具出口使入快车道 最早呢 我们可能还是偏这个制造为主 我们做的更多就是那点 加工的附加价值 一开始确实大家靠这个起步呢 产业它又能做大 它其实一定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如果是还走的是 比较是劳动密集型 低附加值的这条路 那我觉得它是走不远的 而且很容易被别人去模仿 甚至是超越 2000年开始 一批日本 欧美的动画片 深受国内少年儿童喜爱 以此为内容的玩具市场需求激增 成海的玩具制造企业 秀到商机 开始尝试企业转型升级 把动漫文化 IP文化 作为玩具产业转型升级的 发展方向之一 走玩具加动漫 玩具加IP的发展模式 它不再是说 我是因为要卖这个玩具 首先定了这个玩具 然后说拍一个大型广告片 都不是了 这一系列的IP打造 都是先有我们的内容 就是先有我们的IP 然后再去围绕这个IP 去想我怎么去做变现 随着我们的这个内容 能更加地深入人心 去影响海外用户的心智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发现一定是有 很大的市场潜力的 目前呢 我们卖的最好的 也是IP类产品 玩具企业由单纯的制造业 转向包含动漫 影视创作的大型综合性企业 为企业发展赢得商机 例如这家企业自己创作的 超级飞侠 猛击小队等国产动画片 在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播出 动漫形象深受国内外小朋友喜爱 而根据这些影视中的动漫形象 制作的玩具产品 叫好卖作 海外订单源源不断 如今 城海玩具又开始跨界融合 向数据化智能化延伸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迎来全新的战略布局 十多年 我相信Made in China这个背后 已经远远不是这个所谓的高性价比了 我们还是要练好自己的内功 比如说我们的研发能力 我们的创新能力 是吧 我们要去打造产品力的这种能力 我们实际上要求更多地去研究和发现 到底用户的需求和痛点在哪里 然后借此来去开发我们的内容和实体产品 所以直到现在 我们还是把这个 做我们很确定的一个战略方向 就所谓的精品化的这个战略 往大一点说 其实也确实是响应党和政府的这个号召 我们其实首先要文化自信 同时呢 文化还能走出去 城海玩具产业的发展 是中国玩具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代工到创新 从内销到出口 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们目前 统局的数据应该从20年开始 实际上每年都是在持续增长 特别是2021年还是增长了 超过了30% 这22年呢 实际上是受国际这种政治形势不稳定 比较大 所以导致了就是玩具的出口 增长的速度比以前有减缓 但是呢 还是保持在5.6%的增长 虽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这个优势 已经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们总体的这个综合性的优势 包括就是加工技术水平啊 包括综合的这个质量管理体系啊 产品创新的这些能力 我们的这个出口量还能保持 作为英童用品的出口大国 除了玩具 还有很多产品在海外英童市场 占有较高份额 比如儿童手推车 2022年中国儿童推车出口额为16.7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2.5% 中国儿童推车第一出口目的地为美国 出口额比上年增长12.0% 而之所以能够成为出口大国 这和高标准的产品质量是分不开的 觉得从高质量发展的这一块 整个我们行业来讲 肯定质量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儿童0-14岁是对自我保护能力非常弱的 所以产品安全很重要 产品的质量也有更高标准 比如说像推车 我们除了满足国内的这个标准 我们行业协会也跟龙头企业 共同制定更高的标准 梁美所说的这家铜车企业在江苏昆山 它生产的铜车畅销欧美 年产量和销量连续16年全球行业第一 能够成为全球的行业龙头企业 这与企业注重产品质量标准分不开 这里是它的质量检测中心 投资一个多亿 是向全球开放的国家级实验室 检测报告被美国 欧盟和澳洲承认 在这里除了常规的检测方法之外 还模拟了一些极端条件下的特殊环境 用极其严苛的方法和手段 来检测保证产品的质量 比如婴儿车动态耐久 是欧盟标准的两倍以上 有毒有害物质控制种类 是欧美法规要求的15倍多 做同样的这些测试 在零下20度环境下 看它的安全性可靠性 还有零上70度 这样高的温度下 看它也没有问题 你只有高的要求 才能保证高的质量 以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为例 欧盟以时速50公里进行撞击 制定安全标准 这家企业选择了80公里 相当于从8楼坠地的撞击强度 保护孩子不受伤害 从50公里到80公里 这个标准的提高 不仅包含重大创新 更有无数次电脑模拟实验的基础 实际撞击试验已累计近2万次 工程师根据高速摄像机的监控 以及假人传感器上传的数据 就可以分析出儿童安全座椅的合格情况 和需要改进的方面 大概在60万美金一个 因为它身上张到很多传感器 像这个Q小人身上可以张到30多个传感器 我们去验证这个座椅 每个引力段 每个结构 看它是否安全 就是最近有韩国的一些客户 到我们这边测试 当然也有些欧洲的一些客户 在这家企业既有世界最先进的 儿童用品检测实验室 也有最基础的人工实验室 在昆山的生产基地 仍保留着一条跑道 模拟各种路况 坚持用最初的笨办法 人工实地推行负重检测 婴儿车最高要实行500公里 相当于跑12个马拉松 才算真正完成质量检测 主要就是检测车子的结构 强度还有性能 每天最少保障25公里的行走 就是经过这种不同的路况 这个办法是笨 但是最简单 也最真实地体现了消费者 实际使用过程当中 他就可能遇到这种各种的路面 各种不良的状况 两个完全不同的实验室 见证了这家企业的发展之路 1989年 数学老师宋正环 接手了濒临倒闭的校办工厂 带队设计出这款 有推 摇 学步 坐 四项功能的婴儿车 推向市场后一炮而红 怎么能保证创新的产品 它是质量是过关的 这个就需要对质量 要有一个定义 要有一个标准 那个时候国家是没有标准的 我们就干脆 就是把车子从楼上摔下来 然后用车子里面放的东西 就是往墙上撞 然后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 就是在一条路上面 一直不停地推 推多少圈 计算下来多少公里 像这样子 平时一直讲 创新可以使我们飞得高 质量才可以使我们走的人 所以创新 质量 这个是分不开的 这家企业仅仅用了四年时间 便登顶国内同车的销量冠军 1994年开始进军国际市场 1999年成为美国销量第一 但想长期持续保持销量第一 并不容易 我们发现 我们有一个品种 在美国市场 10%的产品 无理由退回来 所以我们后来 就把还没有销出去的 所有的产品 我们主动地就回收了 那一次就启发我们 应该要研究 消费者的满意的 那个体验标准 原来就想达标 后来一定要超越标准 2014年企业通过国际并购 在欧美市场成功转型为自主品牌经营 在欧美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 现在企业的80%产量出口 20%内销 30多年来 这家企业始终坚持创新 创造了11000多项专利 并牵头制定了全球首个婴儿车国际标准 这项标准涵盖了对婴儿车 各种安全性能的要求和测试方法 包括10个部分 77个药木和100多个细项要求 做好了质量 我们研究标准 从开始达到标准 到后来超越标准 到后来是标准创新 然后到变成了引领标准 这个是一个过程 我们34年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我是认为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也是我们中国的企业 都能走的一条路 从2000年开始 我国就已经成为 英铜用品的出口大国 而中国英铜用品产业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发展 离不开持续的迭代升级 长期的创新融合 记者了解到 中国英铜用品企业 还将在产品质量和安全上 下更多功夫 满足人们更高的消费需求 并将不断地推动 跨行业融合发展 通过特色产业集群 把产品做到极致 不断增强产品的综合竞争力 为全世界的小朋友 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感谢收看今天的《绝点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